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他时间不开花或者开花少也是正常的 不要以为在花店里面一年世纪都能看到白涨开花 就觉得白涨是一年世纪都开花的 花店里面是大盆人为控温光照和施肥的原因 家庭养护注意这几点就好了 首先呢我们就是养护环境 白涨虽然比较耐阴 但不代表他就不喜欢光照了 平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放到闪色光充足的地方 或者是经常移动到有充足光照的地方晒下太阳 这样呢白涨在光照充足的条件下 这个叶片能更脆绿啊 开花呢也能更多 还有啊就是施肥啊 白涨呢很多朋友会觉得它是个官业之物啊 平时的时候我们就给光给淡肥了 这样呢特别的偏施淡肥啊 其实啊这也是不靠谱的 淡肥涨液啊 但是我们想要它开花呢必须要给零甲肥啊 这样呢才能促进花芽更化 让它花开得更多 那如果你的白涨是水培的话 建议啊直接改转土培啊 这样呢能让养肤啊更加的充足 开花的几率呢也会更高 平时浇水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干透浇透 还可以啊在这里喷雾啊增加空气湿度 这样子呢有利于白涨的生长 今天关于白涨的养肤介绍到这边就结束了 大家喜欢点击关注美的更新 拜拜 拜拜